林毅在办公室为季青岩做了一番唇部按摩后 告诉她过两天想带她出口 去世界规模最大的游乐园玩一玩 真的吗 我早就想去了 一直没时间 在别人面前是霸道女主裁 怎么在我面前就是个小女孩啊 季青岩在林毅脸上亲吻一下撒娇着 在她面前当然不用端着架子 说完季青岩就拿起手机 开始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然后订计票 我有个学生家里出了点事 我去医院看看她 那你去吧 你说话真不错 下次我累了 你还要给我按摩呀 好啊 你这么喜欢 我下次带工具来 林毅离开朝阳集团后直接赶到了医院 可她刚进病房就皱起了眉头 她在心中吐槽这帮人还真是没脸没皮 只见王冉的姑姑和大伯正在病床前吵吵嚷嚷嚷 对王冉一副热情的样子和那日来要债时判若两次 王冉听到动静一回头发现竟然是林毅来 她十分开心地和林毅打了招 而王冉的妈妈此时精神已经好了好了 她面对林毅这个救命恩人也是非常热情 林毅把买来的水果递给王冉轻声道 早知道这么多人她就晚点过来 此时王冉的大伯热情地和林毅打招 还把自己的女儿王冉介绍给林毅 更强调王冉还没谈过恋爱呢 而王冉也貌似娇羞地捂着嘴温婉地说 爸 你说什么呢 条件这么好还没有人追 你还是攒点钱吧 养了这么多年 要是砸手里就亏大了 林毅的话把王冉气得直接就要破口大骂 她温婉的面目荡然无足 就在这时王冉的大姑直接撞开了王冉 跨上了林毅的胳膊 还招呼着自己的儿子赶紧过来打招 林老师 以后在中海要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给我打电话 我什么事都能帮你摆平 林毅看着这庄逼的傻叉直接无语了 她要是不配合着表演一下都对不起这小时装的这个人 只见林毅很是热情地一把抓住了傻叉的时候 她谄媚地笑着表示大哥既然这么厉害 能不能把她从高利贷那里借的五十万致病钱给你 傻叉当场脸就绿了 让她帮着还钱 怎么可能 你不说自己能耐大吗 几十万而已 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王冉大姑见状赶忙上前打圆场 她让自己儿子少说两句 林毅才没工夫和傻叉磨嘴皮 她直接问王冉他妈妈的情况怎么样 王冉颇为激动地说手术很成功 住院观察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回家了 之前林毅给的钱还剩下二十万 等出院之后就还给她 王冉大姑听到这立马插话了 出院以后的开销大点 王冉还得上学 这钱没必要还 王冉大姑更是直接开口借钱 她女儿王冉马上就要公务员面试 她想拿些钱拖关系账 王冉直接尴尬地说不出话 他们怎么好意思 这又不是她的钱 而另一边王冉大姑直接和大伯吵了起来 她儿子婚房装修还差二十万 大伯别想打这钱的歪主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这里是医院 王冉大姑娘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